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技繁荣 文化繁茂 城市繁华 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 可以尽情地享用 自由学习一门语言 学习一门手艺 欣赏一部电影 去遥远的地方旅行 很多人从小你们就在自由探索自己的兴趣 很多人在童年就进入了不惑之年 不惑于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人与人之间的壁垒被打破 你们只凭相同的爱好就能结交千万个值得干杯的朋友 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 选择的权利 你所热爱的就是你的生活 你们有幸 遇见这样的时代 但是时代更有幸 遇见这样的 你们 我看着你们 满怀敬意 向你们的专业态度致敬 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 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 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 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 你们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和成千上万的人分享快乐的事业 向你们的自信致敬 弱小的人才习惯嘲讽与否定 内心强大的人从不吝啬赞美与孤立 向你们的大气致敬 小人同而不合 君子美美与共 和而不通 更年轻的身体 融得下更多元的文化 审美和价值分 永远我终于发现 不只是我们在教你们如何生活 你们也在启发我们 怎样去更好的争获 那些抱怨一代不如一代的人 应该看看你们 就像我一样 我看着你们马快感激 因为你们这个世界会更喜欢中国 因为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 就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因为你们 这世上的小说 音乐 电影 所表现的青春 就不再是忧伤 迷茫 而是善良 勇敢 无私 无所未尽 是心里有火 眼里有光 不用活成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力 不足以想象你们的未来 如果你们依然需要我们的祝福 那么 奔勇吧 扣拉 我们在同一条奔勇的河流 和1.3亿必战年轻人一起表达自我 拥抱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